那这12例的境外一路 有3例是伊索比亚 连续两天都多12例境外 周六更有三个人是非洲伊索比亚入境 眼看全球都在防南非的新变异株Omicron 这三人都是24号入境 27号确诊 而且都没打过疫苗 指挥中心不敢大意将从基因定序来看 是否为这一款新变异株 根据它变异的点多 那专家们预期就是说 相对的 其实有些保护力 疫苗保护力可能会降低 但是并没有实证的科学 不管进口厂牌或国产高端 恐怕都挡不住 甚至连它造成重症死亡率 以及传播力到底多强 这些研究都还不明朗 不过WHO已经将它列为 需要被高度关注的变异株 而且容易出现重复感染 恐怕比Delta还难防 尤其邻近的香港 已经有两例个案 春节反台潮检疫措施是否会变动 不会直接对于7加7去紧缩 会针对就是说 是不是有相关这种变异病毒 就是发生率 确诊率高的而进 也就是春节7加7照办不受影响 只是又有两架从南非启程 抵达荷兰班机 机上61人确诊 担心Omicron侵袭 不过指挥中心表示 就算真的荷兰有个案 在检疫端就被拦下 并没有进到社区 不会列为高风险国 而为了防堵各大疫苗厂 紧急因应变异株研发 BNT就强调最快100天内 推出对抗Omicron的新疫苗 研发出来可能可以使用 会有一点距离 当然有效的话 我们当然会继续来争取 新变异株来势汹汹 各国都怕 因为它疫情在起 只能说被称为大魔王的 Omicron各国都严正以待 TV本新闻 李延志就有宣特别报道 想扩大国际视野 掌握趋势 请订阅 专门报道国际新闻的 YouTube频道 TVBS国际Plus 记得要开启小铃铛哦